这四位是金融国小棒球队教练 去年特地从宜兰各小学挖掘回来 有潜力的神力军 希望能够提升棒球队的整体战力 而今年持续招收新生 成效不错 新的学期有12位的新球员加入 而这位洋小妹妹 从穿着棒球衣走入校园 在校门口就被校长发现 在看学生进校门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怎么有一个女生穿着我们棒球队的服装 后来我问她说 她说你是棒球队 是 她说她是棒球队 那我就非常高兴 那我们这位同学现在才一年级 那从暑假的娱乐营开始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那应该也是我们戏子地区第一位 这样的一个女子棒球队员 对不对 景豪是金融国小的家长会长 那我听到说我们棒球队 增加了一个女性的球员 真的相当的开心 因为我们成立以来到现在 终于有女同学愿意加入 那真的非常开心 那我知道说她的哥哥 也是她的棒球 在我们金融国小担任棒球队的队员 是因为想说可以跟哥哥一起练球 所以就来玩看看 因为哥哥打棒球 看着看着 也喜欢上棒球 还没入学 就参加学校举办的棒球娱乐营之后 杨小妹妹就决定跟着哥哥 加入学校的棒球队 也成了金融国小棒球队第一位女队员 现在是小姨新生 也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训练 就从乐乐棒球开始 先培养兴趣 在教练的指导下 练投球也打击 上场打球也是有模有样 是因为我就是觉得棒球 还没有玩 只是脚会很痠那种的 我现在打球比较长 可是接球没有 有些球接不到 也想去比赛 我知道说 之前她从暑假开始 参加我们的暑期娱乐营活动 到现在都一直很有兴趣 跟着哥哥一起在学校做练习 那因为跟她的父亲 这边一直很支持 我们系纸的一个棒球的发展 所以她特地让她的女儿 也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系纸的棒球队 那我们希望说棒球的环境里面 大家都是一个大家庭 这一天身为学校家长会长的 新北市议员张景豪 也特地来为杨小妹妹加油打气 希望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 持续练球 球技越来越好 有机会上场比赛 为学校争光 家常慧玲 系纸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